停车 停车 你听着没有 干嘛呢你 这么大人 姐夫俩还在 谁让他们来当我做生意啊 张熙熙围着我的客人转 我没让她赔偿我 就已经不错了 叫你这样的人办得早上关门 你别以为你是女孩子 我就不敢仇视你 臭啊 臭啊 给我老婆给你道歉 对不起啊 对不起 还有两个孩子 小朋友对不起小朋友 老板 你这家店我以后会常来啊 老板走吧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 妹妹 少说话 多吃菜 孩子 以后你长大了 一定要保护好妹妹知道吗 长大以后我会像你一样厉害的 这样子就没有人再敢欺负我们了 行 长大以后啊 你就是个坚强的男子汉了啊 好 吃 他们睡着了 来 吃点吧 谢谢啊 你说是哪个父母这么狠心 把两个这么可爱的孩子给丢了呀 可能他们父母也有说不出的苦衷吧 你还挺善解人意的啊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是吗 嗯 那你就是利用这个假装的善解人意 骗了很多大小姐想嫁给你吧 吃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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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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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是玛丽亚孤儿院 您好 您好 我们这里是玛丽亚孤儿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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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后小艾跟强项呢 您多关心啊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院长 以后我们每周三都来看他们可以吗 当然可以 看样子啊 他们兄妹俩对你们还是十分信任的 如果你们愿意 多和他们感情接触 将来对他们大有好处的 那谢谢院长 将来你们自己的孩子也会有福报的 好 我们 我们不是 姐姐姐 你可以陪我们去玩吗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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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官儿院有什么事 您给我打电话 对吧 真信我差点 我真希望时间能体谅在这一趟 如果你不是黎湾里的女儿 该多好啊 哥哥 你可以帮我们去玩吗 你想我陪你玩多久啊 嗯 妈呀 Christine 准备好了没有啊 准备好了没有 头手可得 空iyang 去舍 在转身以后 净局地配色如尽帮和 姐姐姐 只管开始闪烁 时间就此定格 人潮涌动 对立的你我 作为的执着 又在彼此的时间 亲爱的你 让我对你诉说 幸福的难过 今天谢谢你啊 谢什么 谢谢你为孩子做的一切 我觉得他们以后一定会很幸福的 会的 比我们都幸福 怎么了 其实咱们两个的相亲就是一场安排 我知道 你不知道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以后我们两个不用再见面 好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我们两个不可能 现在 我也不想影响你跟丽莎 你爸爸应该很看好丽莎吧 所以我们两个以后不用再见面了 你确定吗 我确定 见到你很高兴 好 限量办事记得怎么样了 有了一些灵感 还需要再完善一下 有灵感就好 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李总 李总 我们现在是要去哪儿啊 去参加一个宴会 别选啊 对你的灵感有好处 宴会啊 我就是一个清洁工 我去宴会不太合适吧 没事 你忘了 我可是承诺过你 要提升一位设计师的用 那滚去吧 他又不懂设计 去这种地方有什么意义啊 再说了 你俩要是一起出现 露馅了怎么办 李总 李总 我觉得我穿这身衣服不太合适 我能不能先下车回家换衫衣服 然后去找您啊 我已经帮你想到了 一会儿你换衫就行了啊 两位好 里边请 真漂亮 哎呀 我有时候在想啊 你要是我的女儿该多好啊 谢谢李总 放松点啊 嗯 别紧张 哟 赵总啊 你好 李总 你已经到了 不好意思啊 你久等了 好好好 来来来 我介绍一下 这是赵氏集团的董事长 赵兰克先生 这是我 我出去接个电话了 干什么呢 我都不懂 把手机关掉 这孩子 没事 爸 明媛 这是怎么回事 我该怎么办 他已经知道我假扮糖果了 是带我来道歉的吗 这就是明媛吧 今天亲眼一看见你看 真是一表人才啊 爹爹 爹爹 你也快跑 明媛 这位就是李氏集团的李总 李总 叫阿姨 她是叫你李总吧 交养了 来 快坐下吧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坐 坐 来来 坐 你们俩坐边了 坐 坐 怎么了 你们两个年轻人 怎么脸色都这么差啊 反正今天横鼠都是死 我先道歉吧 对不起啊 真是对不起啊 我今天带果儿 是来向两位道歉的 这两个孩子啊 有点不开心 果儿是不是啊 我 这孩子都让我惯坏了 明媛啊 你可要度担待啊 你说好好的 你干吗跟明媛闹别扭呀 其实这事吧 跟她没关系 是我惹她生气了 你看看 你看看 明媛已经为她说话了 你是不是想问我 为什么帮你掩盖家办糖果儿 我又是怎么知道 你替果儿去相亲的是吗 对不起啊李总 我不是有影响瞒您的 维维安的生日晚会 你也去了对吗 您都知道啊 李总 这是当时的监控录像 李总 礼物是桑蓉特地拿走的 为什么 反倒是为了帮着果儿 去见赵明媛 没道理啊 我不是为我自己去的 我是想让我们天天去生日夜 什么 原来是这样 听明白了吗 赵明媛从来喜欢的不是糖果儿 而是我们家天天 养了一对白眼狼 你说什么 白眼狼 感觉你对我们家有多大恩情似的 天天这些年风里来雨里来的 伺候你跟糖果儿 你说除了你家 我家 还有工作室 她还去过哪儿了 你倒好了 不给她名分就罢了 还让她去什么 做什么清洁工 这话你也舍得说 还养着我们 你以为赵明媛是喜欢天天才缠着她的 难道赵明媛缠着天天是喜欢你吗 您多大岁数了 还有这样的心思 哎呦 你可真是人老心不老啊 这祸 李总 我之前不知道我妈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肯定会阻止她的 请您相信我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代替糖果 天天 你从小我看着你长大的 你我是了解的 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果儿好 可我也想着要让你好 所以啊 我今天还是让你假毛糖果儿 和赵明媛继续来往的 我其实不太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喜欢赵明媛吗 我没有啊 你看你 哎呀你呀这一点就不如糖果儿了 连自己的内心都不能勇敢地承认 我也是在为你考虑啊 你说 你现在要是承认了 是假冒糖果儿 那按照赵兰格的性格 她知道之后 是肯定不会同意你和赵明媛在一起的 还不如再过短时间 你们俩再接触接触 有了感情以后 生命组成手法 那个时候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把我当着干嘛 我就帮你向他们父子去说清这个事情 有我这个干嘛成妖 我不担心这个赵明媛会说一个不字 到时候他们偷着乐吧 李松 我 从明天开始 你就不要去清洁部了 直接到设计部去上班 李松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感谢我干什么呀 到时候 你要真是嫁给了赵明媛 我们公司就如无天意了 两家变成一家 我李曼丽的心愿 就达到了 感谢你都来不及呢 天天替狗儿相亲的事 您真的就这么算了呀 先稳住赵兰阁这个老狐狸 引进商业集团的资金最重要了 到时候再收拾这个小兔崽子 嗯 嗯